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来到本节大高的关键一把,勘探员卡梦 这边遇到的是千九的纪录员,约瑟夫不打啊 这刀这种我觉得纪录员不好打呀,这种纪录员抓人有点困难 这你抓个心理学家三刀,诶,对佣兵,但因为你也只能打一刀吧 第二刀不一定打得上,呃,真抓了佣兵也不太好说啊 这佣兵皮糙肉厚的,就这套阵容,他说实话这四个人没一个好抓的 没有一个是可以当为突破口的,就是我可以针对你打的 全部都是难打的,那这边的话前面白嫖了一刀嘛 这边闪现,诶,再用这边的这个记录想打一刀 打个板子,佣兵一刀,过板,嗯,佣兵三个忽必是交完了 嗯,闪现还没好,也就是这边闪现是可以抬走这佣兵的 但抬了这个佣兵,待会儿看他又过来打架 心理学家给一琴,小九是给酒喝 嗯,闪现还没交 嗯,那好像这个节奏还可以啊 因为有个闪现的话,他容数率提高很多,但佣兵必定脾操肉厚了 我来看一下吧,站着别动,我来帮你看单元就第一波 还是华老师,华老师离得比较近啊 好像华老师因为没有什么想法,开单元过来的话两块子体 救下来,他他得干嘛呢,他得救下来以后 给到一个换挂的节奏 嗯,穷者才能翻盘 但凡是这边针对这个佣兵打的话 我觉得这边封住机子针对佣兵打 穷者是不太可能能完成一个四分天门战的 那就看看单元这一波了 三块磁铁 心理学家也过来 飞轮躲掉 这边的话磁铁 丢 闪现一刀取消插刀 nice 天九是真敢打呀 真敢打 穷者还能打 因为这边看单元还有两块磁铁嘛 这边的话看单元可以先保一波 这个 佣兵不让他挂上 然后呢也可以再救来 救完以后再打都可以 看情况 这的话身为上面来讲交飞轮 没能成功 那看单元这边交的东西有点多了 这块磁铁没有能指导效果的话 后续只有一块磁铁想保活这个 佣兵就有点难了 我们算机子算机子 现在总量上来讲的话是修了三台半的样子 不太够不太够 这个三台半的机子对于穷者来讲 想要盘活四人开门战 那得强行帮帮扛刀了 都不是说救下来打架这么简单了 救下来扛一刀 他先那就看单元无伤救 救完以后扛一刀 但这边这边似乎不想给你这个机会 救完 磁铁 直接取消 直接打到 都没有取消插刀这么一说了 记录 佣兵进不了板子 白板佣兵 白板佣兵 翻一个板子过来 开一个震慑 好的 这把怎么感觉 有一点天方面碾压的感觉 记录员 有这么强吗 为什么他的刀都是 就感觉他的刀都能打得到 心理学家这边强行给一波移情 算了机子 总量上来讲的话 开大员的机子 因为这边遗产机是差了10%不到的 所以这个机子其实看上去差两台 其实就差了大概半台的样子 半台都不到 这里的话记录员死守这台机子 熊者需要外面重新起 需要外面重新起 心理学家 这个时候我觉得重新起机子吧 重新起机子 看大员也好 这边那个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呢是不太能动的 因为心理学家现在是一个突破点的 他这边看大员 如果说过来打架 机子不一定够 所以这边的话最好是心理学家吸引 然后外面两个人都在修 一个修遗产 一个修那个新机 这样的话机子压不住 想一个窗 心理学家这边要倒地 传搜 闪现的话马上有 10秒钟闪现 人画上算一下 这边机子70几 被一个省月罩住 机子不敢修 看大员需要通过他的打架 来把这个局盘活 还是要靠看大员 这一局的话真的就 节奏全在记录员身上面的话 只能靠看大员 这边记录员要不要直接就要闪现过来 先把这个窗疯了 人救下来 电坛 闪现一刀 密码机还是被压的 这个密码机看似只差10%不到 修修的话还能修很久的 真的修修还能修很久的 看来就快死点 这边不太敢碰 记录还没结束 那边的话反正打不了什么东西 这边的话再给你一个无效 又是10秒钟 好 这边投省月 再来看你一波 就不断的压 这边能抢多少抢多少吧 88的机子 不太敢碰 蹭一点 好 记录给上 这波能不能 因为这边的话有在打架 这边有在打 能不能把这个机子给点了 看一下 那边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就看这边它怎么点 再一个 那这样的话机子应该能亮了 这边的话 这个心理学家 这边应该是处理不掉 因为看在里面帮忙扛刀 又有磁体 一时半会处理不掉 所以就看这边的机子 能不能封上 能不能给我们 那个10秒的无效 10秒无效 然后它这刀再打在 那个心理学家身上面 应该是有机会 但现在其实也还行 为什么呢 它可以记录封门的 找到这边心理学家 击倒以后 门锁住了 它还是能有机会去多抓的 只能看华老师 这边扛不扛得住了 华老师6秒钟以后飞轮好 这边你是没有闪现的 不都是说这些高分段的穷者 在面对这种封机子的时候 还是很沉着冷静的 门的话现在开了多少 现在开了40% 但是这个心理学家 一时半会拿不到刀 你的记录 只能全部交给这边的调酒师 那心理学家那边的话 你就等于说只能平地追 平地追好像有点困难 不会待会跳个地窖什么的 还好地窖不在这边 地窖在那个小房 地窖在这边的话 你还别说万一一个走位 对吧 出现一些小小问题 应该是平了 这样的话门应该是封不住了 还是剩下的三个穷者给力 他们在残局的过程当中 第一呢就是牵制做得好 然后呢拉扯拉扯的到位 然后密码机的话呢 趁着你这边 省月记录的空档 能蹭一点 试一点 慢慢的给蹭开了 这个是三者都要做到比较好才行的 就你那一机子没有修好 动不动就被一个无效 动不动就被一个无效 十秒十秒的功呢 这个人不一定保得活 不一定撑得住 然后呢 如果说你这边操作不够呢 快速倒地了呢 这边机子起 起不了呢 应该已经没机会 对对对 本期视频道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跟我们下期见 拜拜